一架直升机今天载着从一家医院被转移出来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飞往开罗刑事法院 随后一辆医用救护车将穆巴拉克送至法庭门口 穆巴拉克被人用单架抬入法庭 躺在床上受审 床外环绕着的是和第一次庭审一样的巨型铁笼 他的两个儿子阿拉亚和贾尔玛也站在铁笼内 穆巴拉克面临滥用职权贪污腐败 下令枪杀示威者等指控 一旦罪名成立 他可能最高会被判处死刑 由于失去秩序 法官在开庭半个多小时后即宣布暂时休庭 三个小时时间内 法官四次宣布终止审判过程 主审法官雷法特表示 将休庭三周在9月5号合并审理穆巴拉克 埃及前内政部长阿德利的案件 雷法特同时要求中断对穆巴拉克审判的现场直播 9月5号的庭审将以闭门方式进行不对媒体开放 法律专家认为 目前还有数以千计可能被列为证据的文件 等待原告律师们去整理参考 因此对穆巴拉克的审理可能持续数个月的时间